第二个 这个人能不能嫁 我想要请问你们 你们要怎么判断 这一个老公能不能嫁 说不定有人拿八字给你 我这个男人 我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 你们判断的基准是什么 各位你们判断的基准是什么 假如有人来问你 这个男人我能不能嫁他 这个男人可不可靠 你们要怎么分析 要怎么去跟客人讲 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信任 才有几个 最好全部都才 最好全部都才 人家他只是问对方而已 他没有要问自己 他只是说我能不能嫁他 各位 其实请你们记得一件事 只要问到这一种问题 能不能嫁 能不能嫁 只要人家问到这个 这是我很忌讳的一件事 你连对方 你要不要嫁他 你都不知道 然后想要用八字来看 请问 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只不过想要做一个 我所讲的 我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人都这样提问 这两个女生哪一个八字更合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感情 原来是靠八字 感情原来是靠八字 这个人八字好 所以我才要选择他 那一个人八字不好 所以我不要选择他 请问 你凭什么 你哪根冲 去选择别人 你跟我讲 你哪根冲 选择别人 你会这样选别人 别人也会这样选你 感情不是靠这样子 了不了解 感情不是靠这样 你都要嫁他了就嫁了 你还他妈看能不能够 还能不能够等一下 是不是 我跟你讲说不准嫁 你就 你就不要 你就 原本要嫁的都变不要嫁 各位 你要知道一件事 像有一次 我跟我 父母亲 我们是住在隔壁而已 我从来没有留家里的电话 我从来不留家里电话 所以家里的电话响 他绝对不会找我 结果 我这边的电话响 我妈妈就从旁边走过来 他说这是找你的 我说怎么可能是找我的 我从来不留家里电话 结果我一拿起来 喂你好 结果他就跟我讲 你好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我想要 帮你 请你帮我算八字 我的女儿他要嫁给别人 你不要解 他要嫁给对方 我们想要知道对方 我就跟他讲 第一个 这时候很晚 我没有再批命 第二个 我批命是要付费的 备用3600 我这样子一讲完了 对方就 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挂掉了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就走过去隔壁 跟我妈讲 怎么有人会来找我算命 我从来不留家里的电话 我妈就说 我妈那时候就说 这是我朋友 因为女儿要嫁 所以他们想要知道男生是 八字是合不合怎样 这时候 我就跟我妈讲一件事 今天弟弟他要结婚了 结果 假设他把八字拿来给我 说 他们两个不合 来 看你怎么办 看你怎么办 结果我妈就没有说话 我就走了 各位 因为当你们决定要步入婚姻的时候 真的 不要再拿这种东西来算 了不了解 不要再拿这种东西来算 多此一举 而且会形成所谓的疙瘩 心里的疙瘩 我的不好都是 但是我老婆的八字害的 你自己都没问题 你的不好 都你老婆害的 那当时候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你老婆很差 等到你失业突然出现的问题 就都怪兮怪的 所以各位 这种东西 我们不会算 而是 当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会讲 你们双方的八字 优缺点是什么 然后你们要怎么互相的去配合 这样子对你们才会好 各位 所以 这种东西多不多 算这种东西多不多 多 非常非常多 那都是一种赌博的心态 对方有好八字 所以 跟他在一起 我就会忘了 没那一回事 了不了解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各位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 甘情不是用八字在看 甘情是要你们去经营的 所以 当他在问说 他这个人 我觉得很不错 那我可不可以嫁他 你想嫁就嫁 你干嘛 还要多时一举 拿来个八字来问 我以后 这个人有没有前途 那我算没有前途 你就不要嫁了 那你未免太现实 各位 在座各位 你们不要变成这么现实的 你的另外一半是要跟你走一辈子的 还是走两年 他不好了 我要丢了 是这样吗 所以 你认为算八字有意义吗 算八字有意义吗 我就 我就跟你讲 何八字没有意义嘛 为什么 我们总是会遇到男生破财 女生破关 这个就是感情不好的一种情况 难道你一辈子 你身为男人 你一辈子不会破财吗 你身为女人 你一辈子不会破关吗 你都是最棒的 别人都很烂 是这样吗 所以各位 不要把八字 这样用 我非常非常讨厌 这样滥用八字 我们说过八字是什么 八字 他给你的是机会 还有危机 也就是说他是一种选择的状况而已 他并不代表绝对会这样 那八字可以看得出 每个人个性上的一些缺点 当有这个缺点 你们该怎么去磨合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只是看说 他未来财运很好 跟他在一起就会很好 各位 假如这样的话 你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那你的婚姻 我可以跟你保证 不会很好 要不了解 你的婚姻不会很好 所以要跟各位讲 不要犯这种错误 你们不要犯这种错误 很多人都会犯这一些错误 他觉得我什么都可以算 什么 我都要算 各位 请你记得 有几件事 你不要去算 第一个 人的生死 很多人会来问生死的问题 这种东西 你不要去算 你直接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有的人熬得过 有的人熬不过 看他自己 你不要去算这种东西 算准了 人家说你乌鸦嘴 算不准 你也是让人家提心了来 所以这是命理师 不要算的东西 寄生死 第二个 不要算的东西 就是 健康 当然 你透过八字 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人大致上 有什么样的身体问题 但是 请你记得一件事 健康 不是命理师的主业 那是医生的主业 所以 通常 问这一种的状况 你顶多 大方向跟他讲而已 你不要自己做起医生 你不要自己做医生了 你根本就不懂 我时常在 网路论坛里面 就看到很多人 他们在里面 这一个人的八字是怎样 然后 每个命理师 突然都化身为医生 这个是因为八字中出现了什么情况 所以他会有这种病症 甚至连专业的术语都讲出来 医疗术语 可是 各位 你讲那么多 你有办法 帮人家治病吗 在座各位 David Lee 我就问你嘛 今天假设你脑部出问题了 我有你的八字 我知道 经过中荣义的神算一看 我知道哪里出问题 这时候 我 读了两本脑部的医疗书 我来帮你开刀 各位 你认为呢 我帮他开刀啊 对不对 我懂八字 我都抓出他 他的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还读了两本脑部的书 我来帮你开刀 你看Daddy Lee 会怎样 他又说神经病 他又说神经病 各位 你为什么要当神经病 为什么你要当神经病 你不可能帮人家治病 所以 有病 当然是找医生 了不了解 有病当然是找医生 你找命理师干嘛 而是你看完病了以后 你跟命理师讲 你的症状大致上是什么 命理师可以从八字里面 根据你的症状去看看 有哪些部分可以帮你加强 并不是命理师能够治病 不要把命理万能化了 再来就是这个 能不能嫁 不要算 有没有解 能不能嫁 不要算 原本都要结婚了 结果经你掐指一算 不行 对方很烂 人家就不结婚了吗 各位 所以像这种东西 你就不要算 就跟他讲 好好的经营你们两个 顶多跟他们讲 他们八字有什么优缺点 你要知道 例如像有一次 我在帮一对夫妻算 我看了他们两个八字 我就说 老婆你个性比较急 你来讲 你的财运不错 但是因为你个性比较急 所以你有的时候做事 不经过大法 其实你假如心中有个idea 你去问一下你老公 因为你老公在这方面 他思虑比较深 他可以帮助你 老公你 很抱歉 你就是那一种举棋不定的人 心中有什么事 就在那边 好像这样 好像那样 老婆你在后面 推他一把 叫他赶快做 这个就是你们两个的优缺点 各位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批到 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 别是你要 各位 不要批那种东西 然后 他们知道他们各自的脾气的优缺点 就叫他们怎样 要学会磨合 找出相处之道 所以各位 这就是我常常在跟你们讲 在命理里面 有什么可以批 有什么不能批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不然 各位 当我在讲生死这时候 你知道我师弟吗 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讲 他就说 你知道吗 今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突然看到我的时候 就跟我讲一句话 我只能活到今年 结果他就一脸懵逼 他就说 你怎么可能只活到今年 结果对方就跟他讲 就你讲的 你在年轻的时候 二十出头的时候 然后你就帮我占卜 然后说我只能够活到什么时候 各位 时间经过十几年 对方依旧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我师弟就跟我讲 靠妈的 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我就讲他讲 他说你还年轻 批命经验不够 所以就很喜欢批这种东西 你看到现在人家都还记得 所以各位 批人生死要干嘛 没有干嘛 所以既然没有意义 你就不要去做这种事 了不了解 所以这是个四个 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